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测试光偶A316J的一个仪器 我们看 要想让A316J11脚有输出 需要有很多电路 达到条件它才能够输出 所以说需要一个仪器来测试 下面我们看看光偶A316J的工作原理 好,我们看看这个图 一角是正向信号输入端 二角是反向信号输入端 在这里我们看 它是一个雨门 这一端是反向信号输入端 飞了一下 所以说因为雨门是见0出0 那么见1它是不受影响 全1出1 那么我们看 一角是正向输入端 是正信号 二角是反向输入端 飞一下之后 是正信号 同时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信号 就是受我们这个复位引脚控制 这一端是一个2S处发器 R是至0端 那么它至0以后 那么加到这输出一个低电位 同时飞一下之后变成高电位 所以这雨门输出一个高电位 那么七角输出高电位 这是一个发光管 也就是光偶内部的发光管 这个八角接地 就是这个八角是接地 然后这个发光管发光 这样后边就能够正常输出 如果这个发光管不发光 也就是一角接低电位 那么这个发光管就不发光 那么后端我们的11角就输出低电位 如果这个发光管发光 条件允许的话 这个11角就输出高电位 同时三角是供电 三角供5伏 后边供电呢 要达到最低为15伏 正15伏 负的要达到负5伏 最低 那么我们这个前面呢 正5伏就可以了 四角是接地 八角是我们刚才说了 是第一个LED灯 也就是内部发光管的 负极接地 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呢 二角也是接地的 那么这个图呢 它设计的是二角输入信号 一角是通过电阻电容接地 五角是复位端 这个复位端呢 是当后边有过流保护啊 或者是过压保护的时候 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加一个D信号 进行复位 后边才能够正常输出 如果这个位置不复位的话 那么后边始终是保护 六角呢 是一个故障 抱错的引脚 当后边有过压的时候 那么通过六角输出一个低电位 告诉CPU 然后CPU采取是让五角复位 还是继续保护 七角是内部发光管的正向端 检测端 我们看这个位置 检测七角的电压 就知道这个发光管是否发光了 如果七角为低电位 很显然一二角输入不正确 或者是五角复位端输入不正确 如果七角为高电位 证明一角二角和五角输入信号正确 九角十角接负电压 是给IGBT在输出低电位的时候 给IGBT门级提供一个低电位 使它保证截止 十一角是输出引脚 是驱动IGBT的通过电阻 十二角十三角是供电引脚 我刚才说了 它的最低供电电压是15伏 可以是17伏 这样能够在十一角输出正电压的时候 保证IGBT完全导通 十四角是一个电压检测引脚 也就是故障检测引脚 当IGBT的极电极 比发射极高7伏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十四角 比十六角高7伏左右的时候 那么这个芯片呢 停止输出 使我们这个十一角输出低电位 也就是这个负电压 使IGBT停止导通 同时六角输出低电位通知MCO 只有MCO输出低电位 使五角复位之后 才能够再一次正常工作 六角的低电位 也是通过光偶来完成的 它是通过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放大器 然后加到这个发光管上 然后呢 通过这个发光管发光 然后通过这儿 至一端至一 因为RS处发器至一了 所以这个长管导通 使六角为低电位 十五角是故障检测引脚 测量这个位置 当有故障的时候为高电位 当正常的时候为低电位 十六角外接IGBT的原级 也就是接地端 为了防止IGBT驱动电压不足 所以这儿呢 我们看它有一个检测电压 实际上是低于15伏就不能够正常工作 那么这个位置是13角 13角是外接VCC 那么内部有一个12伏比较 当外部电压低于12伏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欠压保护 使我们这个光耳发光 然后同时使这个六角复位 使整个芯片 也就是说使我们的11角输出一个负电压 因为我们这一段接的是一个负7伏 负9伏 所以输出负电压 只有正常工作的时候 才能够输出正的17伏 我们这个因为是供电17伏 所以这才能输出正的17伏 这个电路呢 就是一个H桥电路 它是通过四个这样的光偶来驱动的 我们这里只是画出了一组光偶 A316J的工作条件是 初级供电5伏 就是在三角和四角八角之间 供一个5伏的电压 同时 一角输入高电位 二角输入低电位 当然是交变的信号也是可以的 五角要有复位脉冲 然后呢后边供电必须超过15伏 也就是我们的13角12角必须超过15伏 10角9角的电压 一般是接负电压 不能高于负5伏 这时我们的11角才能够输出正常的信号 驱动IGBT 另外当16角比14角低7伏以上的时候 那么很显然就会爆故障 也就是六角输出低电位 只有五角再次受处罚以后才能够正常输出 这是它的内部方框图 这是它的引角功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